腾讯体育8月22日 这场观众,赛后,输球的何冰娇直言自己球打得太丑,这一意外发生在第二局的教练中,当时何冰娇以16比13领先,二元希望再往前放小球,判断失误的何冰娇,不得不采用愉悦的方式去救球,完成这一动作后何冰娇趴在场地内久久不能起身,随后赛事救护人员,采取了紧急救治,简单治疗后何冰娇回到比赛中, 并在第二局取得胜利发挥比分,决胜局较量,何冰娇在2到16大比分落后,的情况下追到14比17,关键时刻,日本选手奥远,希望打出4比1的小高潮锁定胜时,输球的结果,赛后要何冰娇相当自责,我打得太臭了,对于比赛中意外受伤的情况,何冰娇表示,肩膀撑了一下,整个肩关节别了一下, 何冰娇对自己在比赛中,出现的一把进行了解是,在医生解三治疗后他重回赛场,但其实伤心一开始没有得到缓解,肩膀受伤后,包括第三局肩膀就没什么感觉,倒是没有毛,就是感觉肩膀很轻,打到后面就好了一点,第三局何冰娇在2到16大比分落后,的情况下追到4比17, 当被问及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奋力追赶时,何冰娇说道,可能心态,放开了吧,毕竟是团体赛书也不能稀里哗啦书,还是要拼一拼,此一何冰娇的对手并不弱,奥远希望曾试试锦赛女单冠军, 面对本场势力何冰娇也看到了自己表现不足的地方,他说道,对手的步伐更加灵活一些,更快一点,我觉得今天主人还是失误比他多一些,在陈宇飞打第一盘比赛时,何冰娇没有和队友一起坐在场边,而是坐到了坎台上,这也是为了更好的了解场地的风向,横着看场地的风向不是很清楚,所以要数过来看, 东小麦Band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